时钟人 闹钟人 你听说太太时钟人回来了 现在安安哥哥 正在给他抢救呢 真的吗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好啊 我们走了 我来了 取白色年铺 给太太时钟人做一个身体 再取金黄色年铺 给太太时钟人 做一套打抵黄金内衣 黄金太太时钟人的制作步骤比较多 朋友们要耐心看完哦 有看过马桶们 VS金控人多元宇宙系列 时钟人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马桶博士和磁铁马桶 把太太时钟人抓走了 小伙伴们都很担心 太太时钟人的 安安哥哥 现在就把太太时钟人做出来 他胸前有一个大大的时钟 这个时钟一定要保护好 如果他冒烟停止转动了 就表示失去能量了 他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 太太时钟人的身上 穿满了黄金裤甲 让我们一片一片的 把他穿上去吧 朋友们 你们关注安安哥哥了吗 安安哥哥 会不断地更新监控人系列的视频 再不关注我 下次可能会找不到我哦 太太时钟人的黄金护甲 都穿好了 现在我们来安装他的头部 他头上戴着一顶黄金 骑士头盔 脸上是一个螺旋状时钟 朋友们喜欢安安哥哥做的 太太时钟人吗 可以给安安哥哥 点个免费的赞哦 你们的点赞支持 就是安安哥哥 前进最大的动力 太太时钟人 两个肩膀上 都有一个透明玻璃护罩保固着的小时钟 我们做好把它安装上去 小伙伴们 有知道太太时钟人身上 一共有几个时钟的吗 可以评论区告诉我哦 安安哥哥看看你们说的对不对 现在安装背部的大作钟 和两个大大的黄金能量罐 这两个能量罐 可以给他提供 源源不端的能量 让他发射时光飞弹时 迅速续囊 他的背部还有个圆孔 可以打开 飞出一种非常厉害的武器 朋友们知道太太时钟人背部圆孔飞出的是什么武器吗 也一样可以评论区告诉我哦 我们安装好手部后 开始做太太时钟人的另外一种武器 它就是时光飞弹枪 被时光飞弹打中 可以让它时间定住 不能动态 我们现在帮它安装在手臂上 相信很多小伙伴们都非常的喜欢 这个黄金太太时钟人 安安哥哥也非常喜欢 太太时钟人说 要和小伙伴们一起为安哥哥点点赞 鼓励一下安安哥哥 让他快点把其他人物都做出来 最后给太太时钟人 穿上一双定制的黄金切尔西 黄金太太时钟人做好了 这不是黄金太太时钟王吗 我们把它抓回去 就凭你们 开玩笑吧 看我时光飞弹的厉害 太太时钟人 你终于回来了 我们找你找了好久啊 是啊 幸亏电钻人救了我 他们在地下钻了个地道 把我救出来了 他们还告诉了我太太监控人的位置 太好了 那我们一起去救他 我们现在就去吧 好的 我们走 哪来的电钻人 看我无敌大刀的厉害 不要啊 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上次我和太太监控人被抓 就是他救了我 他 怎么办 我措手把他打伤了 电钻人 我一定要想办法救你 我带电钻人去找安安哥哥 想办法救他 我来了 取灰色黏土 给电钻人做一个身体 再取黄色黏土 做一件黄色衬衫 给电钻人穿上 电钻人把我们喜欢的太坦时钟人 救回来了 他是时钟人的盟友 你们知道电钻人 是怎么救太坦时钟人回来的吗 电钻人会有什么技能呢 安安哥哥一定要把他救回来 因为他知道 太坦监控人被藏在哪里 或许他还能帮忙救太坦监控人回来呢 取黑色黏土 做一件马甲 给电钻人穿上 把衣服上两个钮扣也系上 再取黑色黏土 做一件西装外套 给电钻人 我知道很多小伙伴 现在都在担心太坦监控人呢 相信有了电钻人的帮助 太坦监控人很快就会被救出来的 你们想看安安哥哥升级太坦监控人吗 关注我 升级太坦监控人的黏土 已经在路上了 再不关注我 下次可能会找不到我哦 马甲门VS监控人 更新到66级了 太坦监控人也快要回归了 小伙伴们比较喜欢太坦监控人 还是太坦监控人呢 可以评论区告诉我哦 穿上定制的皮鞋 电钻人做好了 你不要过来 我是你们的盟友 你不要伤害我 很抱歉 上次是个误会 太坦时中人已经告诉我了 既然是误会 就原谅他吧 你们一起握握手 我们都是好盟友 好吧 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起联盟作战了 对了 我知道太坦监控人在哪里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救他 太好了 我带你们去 受伤疤 泰坦音响人 你竟然欺负泰坦头影人 实在太过分了 我要帮泰坦头影人做好身体 让他恢复能量 看你怕不怕 身体做好后 先把手安装上去 泰坦头影人的身体很强壮 手也长得特别大 而且非常有力气 他这只手是要握黄金锤的 所以要把它弯起来 取黄色和橙色黏土 混合成金黄色 先把泰坦头影人的黄金锤做出来 取灰色黏土给泰坦头影人 做一条裤子 穿在他长长的腿上 取黑色黏土给泰坦头影人 做一件短袖T恤 再做一条安安排皮带 给他系上 泰坦头影人胸前 要安装个紫色反应炉 他可以发出紫色光波 再把做好的大皮鞋 给他穿上 泰坦头影人的身体做好了 现在来做泰坦头影人的头部 他的头部是个投影仪 他的两个肩膀上也有两个小投影仪 这几个投影仪都要发射光波 要帮他打几个孔 给他散热 泰坦头影仪头上和手臂上面的 投影仪发出的光线是不涂颜色的 你们知道他发出的光线 是什么颜色的吗 泰坦头影人手臂上 还要安装两个炮筒 装在手上发射炮弹的反应可快了 最后 把刚才做好的黄金锤 给泰坦头影人握在手上 泰坦头影人终于做好了 哇 好厉害 太感谢安安哥哥了 泰坦影响人 我来了 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泰坦影响人 这是什么东西 我看你 入手 这是无双战神的武器 马桶酸 他不是被我不小心捏爆了吗 是啊 当时你被马桶寄生了 我们不会怪你的 我要找安安哥哥 重新把无双战神做出来 我来了 取灰色黏土 给无双战神做一个身体 再取黑色黏土 给无双战神做一件黑色震衫 无双战神 在57级泰坦影响人 被马桶寄生的时候 飞到他身上 想要帮他除掉寄生马桶时 被泰坦影响人抓住捏爆了 那时 小伙伴们都为他感到惋惜 都非常期待 无双战神重新归来 现在 他终于回来了 给无双战神安装上头部 再给他安装升级后的主机 无双战神 看起来比之前强壮了好多啊 最后把无双战神的手 安装上去 无双战神 给了监控人一个 很不礼貌的手势 但是 安安哥哥却给监控人 比了个加油的手势 无双战神 高兴地给安安哥哥 点了个赞 安安哥哥决定做 四个马桶栓 送给无双战神 朋友们 我回来了 无双战神大哥 安安哥哥让我送几个 马桶栓过来给你 我去把马桶栓 全部拿过来 现在你有四个马桶栓了 比以前两个马桶栓 更厉害了 我现在的武器 是闪电马桶战车 你可不可以帮我找回来 闪电马桶 加上这马桶栓 就完美了 我也不知道 去哪里找啊 要不 我叫安安哥哥 帮你做出来吧 太好了 安安哥哥 帮我把这四个马桶栓 也安 电视人穿上 泰坦电视人自从上次重计遭到马桶们的围攻受伤后 到现在已经很久没出场了 小伙伴们一直都很期待泰坦电视人再次登场 在上两集基地外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影子时 很多小伙伴都猜到了泰坦电视人马上要回来了 而且有很多不同版本泰坦电视人升级的说法 朋友们猜到了泰坦电视人升级后的样子了吗 它升级后一共有几块电视频呢 知道的朋友可以打在评论区告诉安安哥哥哦 取黑色黏土做一件黑色外套给泰坦电视人穿上 泰坦电视人胸前有一个紫色胸前反应炉 可以发出超强的紫色光线 这个反应炉也是他身上最脆弱的地方 所以安安哥哥要做多几层保护罩 给他安全保护 现在开始做泰坦电视人身上的电视频 这次安安哥哥要给他屏幕涂上银色涂藏 让泰坦电视人屏幕发出的红光更强 更有穿透力 朋友们你们关注安安哥哥了吗 安安哥哥会不断更新马桶们 VS监控人以及之前做的其他系列作品 再不关注我 下次可能会找不到我哦 泰坦电视人已经完成了一部分了 泰坦音响人 安安哥哥现在正在给泰坦电视人升级 我们要小心马桶们跑来破坏 是啊 我们要保持警惕不要让马桶们 有机会破坏泰坦电视人升级 泰坦电视人升级会不会遭到 马桶们的破坏呢 取此算黏土做一把无敌大刀 给泰坦电视人 用黏土做泰坦电视人的工序比较复杂 有好多零件要的黏土风干后才能制作 不然黏土太软很难成型 安安哥哥只能先把做好的部分先发出来 剩下的部分等安安哥哥做好后 下期视频再更新出来 朋友们记得给安安哥哥点点赞哦 你们的点赞支持就是安安哥哥最大的动力 安安哥哥会更快的把下集视频更新出来 我们下集再见